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赖清德还一直说这次选举 他认为是中南海跟白宫路线之间的选择 但您知道吗 现在的白宫跟中南海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交往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呢 现在其实是双方都希望说 也都理解到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高层互访 这个人刚刚结束他的访问 这是他们的叶伦财政部长 现在他就讲了 说目前拜登好像是蛮满意的 虽然因为他也刚刚好要去北约的开舱家领导人峰会 所以没有跟叶伦直接正面碰上 但是他已经认为有清楚传达华府的意图了 这一位苏立文他是在陪同拜登前往北约的这一趟飞机旅程上面 接受记者的访问 他就特别提到了 拜登其实每一天都有收到叶伦的书面汇报 他们有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把这些内容整理之后 传给苏立文 再由苏立文他们在直接跟拜登报告 所以即便现在拜登还没有直接的看到叶伦 但是整个过程当中 他见了谁 他说了什么话 到底讲了哪一些内容 其实非常清楚 辽若指掌 这几天你从7月7号开始来看 落地之后他见了谁 他见了刘鹤 先前已经跟他对口多次了 还有也见了总理李强 以及人民银行的行长易纲跟财政部长 隔一天他则是直接见到了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 还有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 这些人到底讲些什么 现在通通当天及时笔记传给拜登 让他一手掌握 知道他们确认了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好像牵头人通常是刘鹤 但现在换人了 会变成是何立峰 而何立峰为什么在这一次会被认为说 就是中美经贸日后的牵头人 主要就是这一次他们其实跟高阶官员讲了10个小时 光和立峰就讲了5个小时 你就知道这里头可能质量都是最多的一个 那拜登现在为什么会对于这一次的访华 叶伦访华是满意的 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 未来就是要多有一点这种的高层外交 其实叶伦算是第二发 第一发是谁 是布林肯 布林肯访华之前他们就已经有要求 包括了 布恩斯CIA局长先前也已经先过去了 那从头到尾 他们都希望能够达到的就是一个高层外交 让他们能够直接的对口 跟对岸新的班子 能够进一层了解 到底谁在管事 现在谁是接头对口的人 当然也设定了一个新的底线了 但是叶伦这一次去 拜登满意 很多人不满意啊 哪里不满意 就是赖老师刚刚讲的那一幕 好 当时这个画面是什么 这个画面就是叶伦看到河立峰 他就走过去之后握手 然后就轻轻的往前请了一下 之后有人帮他算了一下 说是三次 说义 你怎么能够跟那个中国官员鞠躬三次啊 这个叫做驱躬逼西 叫做游辱国格啊 甚至布莱克曼还讲了 说他们小布希任内是永远 never ever都不会低头 你看起来就像是被叫到校长室骂的好孩子啦 还有谁作家莫里说了 你知不知道你叫做美国官员 你代表是美国去中国访问啊 你这个呢是违反礼仪的举动 甚至呢 中方还后退一步 让你有更多磕头的空间 哎呀 你就知道 这一些人他们有多么对这样的动作 是认为不合宜跟不合适 但是呢 其实也有人在讲了 讲说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呢 发现欧巴马当时访中的时候 也曾经有跟温家宝 还有跟胡锦涛好像是微微的低头啊 这样子是不是真的是不合宜不合适 我们等等请专家来帮我们评论一下 但不管什么说啦 现在呢 拜登讲了 说他觉得很满意啊 路透社也说了 说叶伦其实访路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真的找到了街头人 他已经开始跟现在中国主管经济的何立峰 开始沟通了 也告诉他美国想要做什么 那大家就开始在讲啦 其实呢 叶伦一直来都是一个比较鸽派的人 那现在去到了中方之后 你会觉得他达成目的 当然还包括了 他四个月要卖八千万的国债 也不是太容易啦 来 看到的是 现在呢 已经他们有要求推销美债 还甚至要求中国停止抛售 那这是一个必要的任务 所以呢 有没有可能在这一行这一趟去的过程当中 也在美债的这一块稍微有讲了一些事情 那中方是不是不要再大举抛售 这一些都是该谈的 所有的动作 所有的经过 会不会都只是一个谈判的手段 以及筹码的互换 而现在呢 拜登除了说美中关系 需要好好的来较量 以及好好思量之外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要胜选啊 你还要了解一下你的家族行为啦 来 这一位 这个美国智库的负责人 曾经检举拜登家族行为不大 但是现在被说呢 他就像是中国代理人一样 好像还有企图的 在仲介武器跟伊朗的石油销售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 他现在如果真的要跳出来 会对拜登的选举不利呢 而拜登跟中国之前友好的关系 这一次的选举 会不会让他变成一个后腿的事情 再者 他现在在跟对岸 他们彼此美中之间的科技照亮 会不会变成了未来 他经济的一大隐忧 好 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讲了 加根者有可能只是第一步 未来呢 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李啊 菇啊 全部都是在中方加工的 百分之六十的铝 百分之八十的多金系 这些都跟半导体有关耶 正不用说稀土了 如果真的全部被他们给掌握 甚至被他们控制 被他们说我不卖的话 那美国会被卡脖子吗 而且就连他们的吉利汽车 都要进军到美国市场了 有没有可能到了未来 有包括了这一些的品牌 也通通都会进到美国里头 中国汽车开始大举西进 大举进到美国市场 那美国汽车跟得住吗 回过头来请教赖老师 怎么样来看 叶伦访中拜登认为清楚 传达了他们的意图 拜登对于叶伦的访问中国大陆 他是很满意的 很肯定的 所以他在第一时间 就表达了他的满意 而且他也在第一时间就谈到了 就是也在缓和中美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的判断是认为 中国大陆对美国的领土没有野心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不会直接构成威胁 但是他说中国大陆 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强大 在军事力也想要超越美国 这是事实 所以美国确实有压力 当然那是在跟 中国大陆的激烈的竞争下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拜登的立场 是不断的在改变 这个就代表说 每一次的接触之后 彼此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产生变化 例如说布林肯去访问回来以后 拜登对中国大陆就有挑衅了 在政治上有挑衅 布林肯为了他的老板 帮他的老板背书 说他讲的是我们大家心里的话 他说我不会去继续 他的意思就是我会继续做 让中国不开心的事 然后去讲中国白天的话 但是叶伦的做法又完全不一样了 叶伦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想法 美国所关切的事跟中方传达 那他也可以掌握到 中国听到了 听清楚了 可是他同时也听清楚 中国所关切的事 也把这个讯息往回传了 所以您刚刚有提到 他在当天做笔记的时候 就马上就做回报 那中国大陆在接待的程序 这个部分里面 其实是很有经验的 例如说先由退到第二线的刘鹤 来跟叶伦做会谈 那这样的话能够掌握 这个叶伦的这些比较敏感的 比较准确的一些讯息 那我们也看到益刚 也准备要退到第二线 因为后面的潘工盛 也已经要准备要接上去了 所以他也是一个有经验的 来去了解跟掌握 他们都可以提供给他们总理 也就是这个李强 一些直接的讯号 然后在李强跟叶伦会谈的过程中 他们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咨询 但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几率很严格 那前面两位退到第二线 他们就不负责决策的权利了 那实际上做事的 除了李强 习近平以外 那当然管事的就是何立峰了 那也就是未来的这个盘工生 他们来负责 我觉得这个程序的安排是没有问题 但是要对于他们的行动 尤其是对叶伦的这个三个动作 来要把他说是背功屈膝或是屈功 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 因为事实上是叶伦他已经不知道 多少次表达他要到中国来访问 希望跟他的对头人 有一个深的会谈 那你看这一次他如愿以偿 所以跟何立峰谈了五个小时 我觉得他那是开心的一种表现 把他说成鞠躬 那就代表 我们画面上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动作 其实那不是鞠躬 那是开心 OK 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美国人越来越没自信了 你一个有自信的人就不会过度解读 那过度解读 那这些人就已经失去了自信 我觉得美国实在是已经越来越可笑 把所有的动作都夸张的来解释了 好 来 请教院老师 你怎么样来看 这个我稍微要针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叶伦这一次访华的话 他非常成功 我的看法的话就是 首先第一点的话 因为大陆现在 他是自己当过联准会的 他也是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 他老公也是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所以说他的地位上来讲的话 他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话 其实然后就是说大陆的话 也讲得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在布林肯访华之后 马上派到叶伦来的话 他们之间的话产生的地位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他的问题是非常具体 就是第一个就是关税 第二个就是美债 然后第三个就是汇率 也就是美国的货币跟中国的货币 所以这一点的话他都做到了 做到什么意思 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你从拜登这种态度上来讲 这就已经非常重要 但是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布莱克曼 大家看他的背景 是小布希 是最民主党的 民主党就是要让共和党 民主党是存在 就是要让共和党丢裂 就是共和党的存在 就要让民主党丢裂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他们基本上 就把一件完全不存在的事情 解释成卑躬屈膝 什么被传唤至校长式的学生 拜托 拜伦的这种经济学上的地位 这何立峰虽然也很厉害 但是拜伦基本上 也是很有地位的人 怎么可以说是 你看这个东西非常展现 然后这边也讲得很清楚 美国人基本上欧巴马 或者说是碰到谁 都是鞠躬致翼 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只是说何立峰长得高大一点 拜伦就是叶伦比较矮小一点 然后另外的话 最重要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必须要讲一下 我感觉到也很悲哀 就是台湾的政治 处处跟美国学 美国学现在学的结果就是一切 这个政治制度就是以选票为主 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 国内的情况杀的简直是不得了 杀到什么程度 杀到叶伦有任何成绩 不敢公开讲 有任何讲这三件事 我认为这三件事 就是实打实的问题 比布林肯要谈的问题 要具体的多 但是结果不敢讲 因为结果上稍微 让中国觉得舒服一点 那就是这个卖国求荣 各方面来讲 就骂其实不得了 就现在根本没有的事情 就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现在这个叶伦本身要说什么 都不好意思讲 怕什么呢 怕拜登要选举就不行了 是 来 郑老师怎么看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 我认为叶伦这次访华 对那个结果 是个关键性的事件 将来回头看就知道 从表跟李来讲 李大大到底实质上拿到什么 中美的关系 是不是有做了一些改变 我从表来讲 你看刚刚那个叶老师讲的 那个叫什么布莱克曼 他说美国永远 永远 永远绝不怎么低头的 那个什么意思 但他这是什么意思 就说白种人 永远觉得他们是义务越的 他们是帝国主义 白种人之外 你不管从中南美洲到亚洲 全部都是次等人 另外美国又是白种人 里面的霸权 他对于同样是德国 法国 表面客气一点 对你们这些 就是像什么 像隐习乐是最典型的 就是叫你去进贡 你还得跑得很快 还敢恨戴着 打你一巴掌还是瞧得起你 至少还看到你 还愿意打你 这就是他们认为美国 应该有的姿态 所以他跳脚说 我们怎么可以忽然间弯腰 但我告诉你 两个东西 美国这么讲实力原则 一直跟着 那中国说你实力原则 你真的有大到那样吗 你今天整个全世界的力量 你美国已经没有那么强了 你面对实力原则 你还可以像过去那么巨傲吗 你就没有面对现实 第二个 你实质上是有求于人 你今天要拜托人家 还要人家卑躬虚计 把东西送给你 这次美国人简直是过 老公不吃这一套 老公从布林肯 布林肯就是这样 一边去一边姿态很高 你私底下就是要拜托 越伦这次至少比较回归 你有求于人本来就应该礼貌 更不要讲说人跟人之间 像赖老师讲说本来就是这样 他们完全吃不下这些东西 没有错 越伦这次拿到一些成绩回去 有利于拜登在国内的选举 这些共和党们当然也很不爽 见缝扎针 可是我要讲的是 这次叶伦应该是跟老公 老公给他一点点甜头 你说至少要求不要再抛美债 你一直抛美债 我们美债弄一点 这些一点的价值都没有 会造成崩盘 至少会不会承诺买一些 或者多少买一些那就看 我那问老公会买一些 那就看你后面 如果比如说关税也降 大家谈好一定程度的利益的交换 如果没有那后面大家继续瞧 所以我的结论是说 反正在中美关系的辞职表现 你低头是应该的 拜托人家本来就应该低头 还要聚要 这是不合理的 第二个 关系上是有缓和 这个缓和是不是就从此能够 太平未必 至少短期间之内 大家已经试着谋合出一个新的方向 这个是有待观察 所以叶伦这个事情 台湾根本就很希望他们最好 这个美国继续搞起来 没有那回事 人家上层在玩什么把戏 我们最好眼睛真亮一点 真要一点世界观 不是像柯文哲讲说 台湾比全世界多 这简直是头都痛